《鬼網》 鬼網是本港海底常見垃圾 亦即是遺失或遺棄在大海中的漁網 路過的海洋生物一不小心隨時中招被困 鬼網追擊行動組自去年中成立以來 幾乎每個星期都會挖獨木舟出海清理鬼網 今次來到其中一個黑點 西貢碼頭對出小島 揚州 是挺害怕的 是因為拖拖一下出唐道 又沒有人來幫忙 又不夠艇裝不完 然後我們自己就說 是時候去剪掉 因為我們未試過中途要放棄 一節不知有多長的網 但可能會拉回來西貢碼頭 這是我們所謂說很危險的事 每次收起鬼網之後 行動組都會把鬼網搬上岸 尋找行傳的生物 很正常我們的概念 我們是來清理它 是想救回裡面的生物 所以我們一定會把應該屬於可認的東西 插回去 所以這個部分也浪費我們最多時間 除了給客人夾親手指叫救命 要小心剪回它的網 令它很乾淨才離開 有義工表示 搜索鬼網最佳的時間是冬天 即使抵住航風都要出去 香港的海域是冬天才會清水 你才可以在各獨木舟上面 見到哪個地方有鬼網 如果你去到夏天 譬如風箱和船多 我們就看不到哪個位置有 所以反而冬天 很多時候冬天會去視察環境 到天氣暖一點就出去 這日行動組清酒的鬼網 多到可以裝滿四個食環鑄大垃圾桶 全部都是由義工 在揚州、挖獨木舟找回來 有義工指出 政府未有正式海洋垃圾問題 現時全靠市民自行清理 海事處理道分 到底為那些垃圾浮浮 是沉底 還是在岸邊 很多這些東西 所以我們未試過 其實我都不知怎樣叫他 你是否叫海事處去撿垃圾 還是你叫食環 但是食環的垃圾車 又不能出海 行動組未來希望 進一步推行宣傳和教育計劃 讓更多人了解鬼網對海洋生態的影響 東網記者梁祖堯報導